谢谢 接下来有请梁洪达老师 很难得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童话剧 就是这个童话剧里面有很浓烈的浪漫气息 虽然说我们小时候看的童话呢 都是在古老的城堡里 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看着老王子老公主 也同样能幸福的生活 这个戏虽然是童话 但是有强烈的照进现实的意义 我尤其要说女主演发挥的非常出色 我身边就生活着很多这样的老太太 嘴里喊着杀千刀的如何如何 但生活当中非常疼爱自己的老公 而且确实那种老小孩小小孩 虽然是老太太了 但是在自己老公面前 依然矫情的像一个小女人 这个感觉非常好 你看嘴上这么说 但实际上心态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这个钟和这个灯 有着非常强烈的语音 我愿意用诗话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童话剧 那就其实是老公对老婆的一句承诺 无论这个时光如何的飞逝 我都是你床前永远为你亮着的一盏温暖的灯